化名凌茹的诈欺通缉犯林秀慧 她谎称可以取得广告商赞助来接近艺人宋欣妮 然后她在假装是宋欣妮的好朋友骗进了演艺圈 她已可低价购买广告抽奖名车高档3C产品等等 像宋欣妮还有这个朋友经纪然来行骗 光是宋欣妮一个人就被骗了数百万元 而现在也已经向台北地检署控告林秀慧诈欺 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 直接是气到昏倒 忍不住眼眶泛红 在演艺圈形象一直是精明能干 投资理财很有一套的宋欣妮 将会栽在炸漆饭手里 连好朋友都受害 身边的人就说 我认识宋欣妮大概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然后我知道目前 我知道我身边朋友非常多人受骗 而且金额都不少 Oh my God 她已经潜入到 她等于有点像老鼠会一样 她认识你 然后再从你的朋友再去扩散 推着手拉车 身材圆润 宋欣妮口中说的骗子就是她 林秀慧 嘉明 林如 18项诈欺前科 民国93年就曾经以相同手法 混进立法院骗钱被逮 今年2月 以可以拿到广告唱赞助理由 接近宋欣妮 对外骗称 两人是十多年好友 可以用低价买到名车和高档3C产品 收到钱后 人就消失 多位大咖艺人受害 宋欣妮也被骗走数百万 包括她骗到的 都算是大哥大姐几个 所以我觉得她很厉害 然后她也是不要命的在骗 十多位艺人被骗金额上千万 不但被盗用名义 连带好友受害 宋欣妮气得提告 要揪出这名可恶骗子 最终是5点的羊肉 提报道